作词 李宗盛 好 欢迎回到Pub大国民 我是主持人蔡志平 怎样 主持人很厉害吧 刚才我们聊了那么多的阵子 一下子 几分钟时间 我们马上把脑袋结构转换一下 六点钟 我们在现场来了一位非常帅的陶一家 张格铭先生 哈喽 张铭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张格铭先生很特别 他的章是文章的章 格子的格 明谢会顾的名 张格铭 像讲起来还跟你做 后来做很多的陶艺 甚至包括最近的不锈钢的设计 还真的有一点关系 格铭嘛 有格有名 这名字很多朋友会觉得 第一次听会觉得蛮特别的 因为他主要那个章性也很特别 文章的章 不是一般工厂章 好 我们介绍张格铭先生的时候 他是 他是 其实他从科班上来讲 他是道道地地的就是走艺术的人了 因为他是美术系毕业的 对不对 你美术系的时候也是画画吗 对 我 长期以来 我大学是念西画组 那其实我自己知道 我自己的兴趣 其实不是在西画的部分 我对立体的东西 一直以来都比较有感觉 那你当初会走西画是因为 因为我们学校就设计组 西画组跟水墨组 所以在你们西画组 没有什么陶艺雕塑这些东西 有 有有有 可是我们陶艺课 其实规划在设计组 其实蛮特别的 我懂我懂 就变成说你们在西画组 要碰到这个 也不是不能啦 但是它不会是你们主要的东西 对 因为我一直来 从国中开始学 我们大概就水彩树苗 国画书法 是我们四个主要要接触 去接触的嘛 那画着画着 就高中演美术班 大学美术系 就一直念上来 那我其实是对设计 比较有兴趣啦 可是我那时候上大学之后 我一个学姐 跟我帮我做一些分析之后 她认为不太适合 念我们学校的设计组 那可能是觉得 学校的方向 她觉得可能老师的师资部分 我认识张格明先生的时候 其实是从陶艺开始的 但他陶艺 各位千万不要联想到 一般的那种陶艺师的那种陶艺 他陶艺非常有现代风格 也就是说他的设计感很强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他的设计感非常强 所以我注意到张格明先生 是这样注意的 然后另外一块呢 我们我们回来 就是你刚刚在你的话里面讲的 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了 自己对艺术这一块 是有兴趣有天分的 从这样听起来 你国中就开始了 对可能是 因为我的父母可能比较特别吧 很多在我们那年纪 也会觉得念艺术没什么前途 你这个年纪拜托 你已经比我小很多了 还没有前途吗 我是我在我那个年纪 我这个年纪跟我这个年纪之前 是很多人真的没觉得没什么前途 我这个时候 我记得我那时候 刚好要念国中的时候 张大千是非常红的 那时候常上节目 然后大家耳熟能详 每一个 因为我也姓张 所以亲一些亲戚朋友 未来的张大千这样 所以其实对于艺术 他们还是觉得说 可能是有一个成长的机会 而且我也喜欢图图画画 那可能是我妈妈 因为我以前应该是我幼稚园大班的时候 有一次要 班上同学要画画 然后那一次刚好登上校刊 那父母就觉得我们家出现了一个天才 就把我送去念美术班 那当然二补了一下 因为我完全没有基础 那二补了一下 就考到永和国中美术班 所以等于在国中的时候 你就开始往这条路这样一直走 这对你是好还是不好 如果你今天我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我们过去也看到有人就这样子 然后被送到音乐班 被送到美术班 这是这种好 还是说他在别的一般班 普通班 可是他保持一个业余的兴趣 一直画会 一直弹奏学音乐什么都可以 两条路这样走 走到一个阶段以后再回头看的话 我不晓得 因为你也没得比较 但是你看看你自己回头想 你觉得这样的好吗 我觉得看每个人的个性 有些适合 像我是比较捣蛋的那种小朋友 所以老师讲什么 我大概听进去三分而已 所以我受老师的影响其实不一定很大 那如果说你是老师讲一 你就是一 讲二就是二那种乖学生 我觉得不太适合这么早就去念美术相关的 就被卡住了 对因为想象力其实是我们这个行业最重要的东西 那如果说你自己因为一些教育的形式而被僵化 你可能会找不到自己 你自己会找不到 这段说的很好 逃不出东西出来 那我因为真的我个性就是反正我学生是在大部分时间都在玩 可是话说回来了 几乎我们很少看到 就我这样讲不知道会不会得罪人 我真的觉得你晓得在创意这一块 其实那种性格不拘的 比较容易调皮捣蛋的 麻烦比较多的 troublemaker的 人有时候你晓得 反而很适合做这种创意型的 你看电影界 文创界 或者是艺术界 其实蛮多这种类型的 那反而是 你晓得就书读的很好 群规盗矩的 理论学一大堆的 有时常常就是真的变成学术的分析很强 那不一定能在创意上面有太多的 当然了这个我说还是不一定了 只是说大致上 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 因为刚刚革命在跟我聊天的时候有讲 他后来真的觉得从西化平面这一块 最后决定要往立体的这一块去发展 也就是因为等于的企划 从雕塑陶逸这个方面去走了 那个阶段是在什么时候 大概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 接触雕塑课跟陶艺课 那一做就发现 原来我在班上的水平 艺术水平 我觉得都算中等而已 可是你碰到立体的东西 我就可能是我觉得天生 我就是工人的命 我喜欢用手去做东西 而且在手的跟脑的协调度 比一般同学好 所以只要碰到立体的 我的就有一些优越感 所以就会从里面得到一些成就感 就越来越喜欢 一进去之后又更喜欢 这就是我觉得 为什么我后来在做陶艺 越觉得自己充满感激 好像感觉是老天爷给我的一条 一条很 因为我的个性其实不是努力型的 那我只是因为喜欢 所以就会一直追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那个时候没有在这里发现一条新的领域的话 你会不会陷入一个很大的困境 就是说你又是西化组 可是又自己知道这条路 恐怕不是自己将来可以一辈子好好往下走的 对不对 就是说那那就人就变得很痛苦了 对啊对啊 但是找到了立体的雕塑跟陶艺 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了 好在我们现场的是张革民先生 那他最近呢有一个展览 就在如果各位朋友 如果对于陶艺的这方面有兴趣的话 这个地方是很有名的 弱水场馆 那他有一个水器创作展 什么叫水器呢 他都跟水有关 而且这次呢 他就跟刚刚讲的雕塑有关了 他其实这是用了不锈钢来做出了很多的水器 里面是可以养鱼的 带回来我们继续跟身兼好几种不同角色的张革民 继续来聊他的创意人生 好一个人喜欢艺术啊 有时候你必须承认说就创作部分来讲当然是天分了 可是对我们日常的一般的人来说 那就是一种欣赏了 一种鉴赏一种品味了 所以他是可以学习的 创作也可以学习 可是我真的觉得创作学习大概 大概你相不相信创作可以轻能补作 当然可以啊 但是到一个程度吧 我会觉得说是观察力 我不认为说一个艺术家会遇到瓶颈 他会遇到瓶颈是可能他就怠惰了 或是他对生活没有感动 或是不想要再去从事一些观察或是体验 对我们来讲美感经验 他会一直延伸一直延伸一直延伸 他等于是像一只像树一样 他会他底下是盘根错节 然后上面也是分支插支开插这样子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对一个创作者来讲 他是应该是没有所谓的瓶颈这件事情 对对 他是没有的 对我会 那为什么还是有些人会碰到觉得他碰到瓶颈 可能有些人比较容易钻牛角尖 他在于一个像我有时候解决事情的方法 我有时候先跳过 有时候是绕过 有时候是把它打破 你就直接穿过去 就是先不在这里被执迷了 不在这里执着了 跳出去就对了 有时候跳出去又再回头看 自然就破了 是是是 OKOK 那你先说 方法很多种 可是我觉得在 因为我们这个圈子大概可以把 把这种人分成三种面向 一个是要偏艺术的 一个比较偏工艺 一个比较偏设计 走艺术这条路的人 其实他在某些部分 尤其是他作品艺术感很强的人 通常某些部分有点偏执 那因为他偏执 所以他的强度才会够强 因为他不是一般 大家觉得很客观 因为他只在乎他自己的意念 完成他自己的想法 对 那这种人 他其实会比较容易 遇到这个东西 因为他可能在一个 自己的世界里面 他有时候不容易弹开 那个性如果是往那边走 其实 那个他只有 自己可以把那个解解开而已 别人帮不了吗 那工艺型跟设计型就比较不会 对 因为他必须要去解决问题 尤其是设计师 那这种是一种习惯 那有些人他习惯去遇到问题 解决问题 有些人他习惯去闪避问题 那最后的结果就会不太一样 像工艺他就会比较重视材料 跟制作手法 工法 可是设计师常常在这个部分是忽略的 他是习惯在纸上作业 然后就他的资源去找到配合的工厂 所以他们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会不太一样 一个是交给人解决让他自己去做整合的能力 所以要看你做什么东西 有时候设计师设计出来的东西 会离他想象中的距离差得非常非常远 因为他不太了解流程 制作工法 还有那个整个的那个材料的属性 所以常常会走到最后 他做一半会放弃 那工艺家其实是从做开始的 然后再加入他想要做的东西 是要符合什么样的要求 他是来服务生活 做一个杯子 还是做一支茶壶 还是来做一个什么容器 对 那你自己怎么定位自己的创作 三者兼具还是说偏重于三者中的哪一样或哪两样 应该是三者兼具 那我一直认为说 我们不应该为自己画地自现 你应该现在做什么事情 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个任务 这个任务是什么任务 是一个客户委托你做一个东西 那我那时候就会把我自己的角色 马上跳到设计师 因为他是我的业主 我要帮他解决他的问题 那现在遇到一件事情 比如说我现在想要做一个什么东西 我看到一个材料 我看到很感动 那我要去执行 我想要完成的那个事情 那我的工艺家的角度会跳出来 但是他们做这个东西不能脱离艺术性 要不然他就是一般的作品而已 所以你要把你对艺术的认知再赋予上去 他就变成你做一件东西 他常常会是三者的形象兼具 只是他的配重不一样 我在你的某一些陶艺的作品上有注意到说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你的设计有设计感了 这个大概就跟传统的陶艺很不一样了 第二个就是说你会用加入很多精工的要素 对不对 不管是在构图上还是在使用的功能上 比如说把手的部分 或者是整个的构图上面 你加上一些精工的设计 使得他整个看起来就有一种现代的感觉 这个就有点像是你刚刚讲的 就是把工艺跟设计结合在一起了 对对对 那这一次我看到你用不锈钢 你在过去雕塑常常会使用不锈钢吗 对不锈钢是一个在这个时代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材料 我看那个朱铭先生这些年的创作也用了很多大量的不锈钢 是因为不锈钢它在耐厚性是非常的好 那只是说我不喜欢不锈钢那个不会变化的感觉 所以我常常会把不锈钢再放到窑里面去烧 烧个900度把它烧到有点接近于铁跟不锈钢之间的感觉的东西 不锈钢再放到里面去烧 900多度的话比一般的桃或者是窑的话都还低 一般桃窑可能要烧到1200多度 900多度你会不会变成什么 它会氧化 然后它的结构会改变 它有一些原本像不锈钢 它可能在最后面处理的时候会做一些电解处理 让它表面的铁被吸出 但是你这样一烧了以后呢 它的结构会改变 它可能有一些铁会跑到表面来 它就比较容易会有锈斑 可是它不会一直锈一直锈 除非你放在海边它是有盐分 它可能会变成一颗微电池 它就是一部分的锈斑出来 让它那不锈钢的表面不再像是不锈钢那种 对 哇都有意思 因为不锈钢太冷了 它的颜色让人家觉得很冰冷 那你要改变这个视觉的印象 你可能就是要去做一些表面处理 可是不锈钢很难表面处理 它大概的方法就是 也不外乎是电镀或是镀态 我前一阵子有听说 你因为就是 我想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听得出来 张革命先生这种性格里面 就有这种好奇跟常识 连个不锈钢太冷 然后再去烧个900度让它氧化 我前一阵子听说你这种 因为很爱做这种实验 是不是伤到眼睛是吧 是我现在是左眼 我现在是失明 没错我就听说 我记得你这一讲我突然想起来 说你有一只几乎两眼睛 有一段时间还真担心说 两眼会整个都就失去你的眼睛 但是后来是说OK 但有一只是几乎 一只是几乎是失明 那一只是慢慢有回复 视力现在大概是0.6吧 那时候是什么 好像是你在做一个 我在漂白木头 在漂 药水 因为它是强碱 强碱然后往上喷 对对对 见到眼睛这样子 那就变化学灼伤 因为你眼睛比较不怕酸 怕碱 它碱会一直掏袭你眼睛的内部 那当下一瞬间吗 对 就是它其实是有点炸开 我把它装到一个密闭容器 那它我以为它化学反应已经结束了 结果忽略了 我想它倒进我倒到一个容器之后 它又开始在反应 然后会膨胀 那我把它装在一个塑胶的密闭容器里面 我装在洒水器里面 我想要用喷的喷到木头上里面 一般是用刷子刷 可是我觉得不方便 我想要用撒的 就怎么样一喷就 结果我一装进去 我刚搁在旁边 突然就听到那个容器会有那个气要冲出来 撕撕撕那种声音 结果我也是异想天开 我想说要来把它打开 应该是抓了往旁边扔才对 我那时候试图把它打开泄压 一打开就啪 还没有打开 抓到面前刚好炸掉 我懂 但是如果说你那时候一脚把它踹到一个角落 让它炸开的话就没事了 最多就是室内受到一些损害 对对对 那现在就慢慢再让眼睛复原 现在的医术是医不了我的眼睛 那有些眼睛还可以 可是看不出来 你现在坐我的对面这样子 我想说听有没有 我看不出来 但是因为刚才你讲 我才突然想起来说 我记得那个时候有朋友跟我讲说 你因为在自己在做一些新的一些尝试 就蹦一身把眼睛给炸到了 因为我是角膜病变 因为轮状肝细胎坏死 所以我的角膜会上面长满了血管 那血管层层叠叠叠的就光线就射不进去 所以我的内部大致是好的 可是等于是角膜整个病变 但是我换角膜也是没用 因为我轮状肝细胞坏掉了 这个事情之后对你的创作有影响吗 我所影响是包括两个 一个就是技术上面 一个就是说在心态上 技术上面当然是会落后 因为你的精准度会变差 但是它会带我到另外一个世界去 这种世界是我以前觉得我很欣赏 可是我永远做不到的 什么样境界 就是一种比较松弛的 那种松其实我觉得可以解释为像我们那种水墨画里面的留白 或是说一个东西你不要把它做满 它留一点点空间像道家思想里面的那种内容一样 那虚跟实之间以前我抓实抓太多了 然后因为我觉得技术好 一直想要表现技术嘛 但是你会把那些作品塞满了技术 之后就没有留任何空间 让欣赏者可以跟他有一点点交集 这都是年轻撒温主义的骄傲 很合理 一定要让自己的创作饱满到让观赏者受不了了 对那个就是炫技 没错 但现在经过这个事情以后 对经过了之后 我现在慢慢的 第一个是做没有办法像以前做的这么准 第二个是我觉得慢慢真的觉得 或是说你喜欢的东西会改变 像我最近常常在玩我们烧窑里面的棚板 棚板就是我们在排窑的时候 比如我们在烧陶瓷 那个板子是来放胚的 对对对 以前那个我完全不会看到它 可是我最近看到它的美好 因为它进窑出窑可能已经几百次了 它那个等于是老天爷在创作它 也是我是其中一个部分 那它不是刻意去完成的 可是它就自然形成这样 感觉是时间浓缩在一个板子上面 它进窑出窑 然后感觉像是一个 一个记录的册子 在记录每次烧窑的状态 那它会变成一个 很自由的 很 应该是说很松的一种东西 那那种我以前怎么做都做不到 可是就变成现成就是长这么漂亮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不用太刻意啊 你要抓到一个物质或者一个材料真正的美感 你必须要自己退 但是张革命这个体验却是付出一只眼睛的 顺利坐代价 我刚突然间在听你讲 刚好我们两个想的还有点接近的 我刚才想说其实很多的艺术家 尤其是非常成就的艺术家 到了如果他长寿的话 到了某些阶段或晚年的时候 因为他身体健康的关系 特别是视力的关系 其实很多人的画风就会变 那他们变的一个就像你刚刚讲的 他原来很精准的部分 他也许就没有那么精准了 可是他多了很多是一种生命的体会跟感受 表达的方式就是出现这个了 那只不过是张革命先生还这么年轻 他只是因为眼睛受伤的关系 所以他等于提前进入到 那个某种老的艺术家的晚年的 那个创作的心境的变化 但是你的未来路如果很长的话 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 就是你在你的中年阶段 青中年阶段就开始往这边去跨的话 你想想那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生体验了 好我们访问的是艺术家张革命先生 那在我们的现场 他的西游记呢 从7月22号已经开始了 到8月13号在弱水场馆站出 各位有机会可以去看看 很有意思的 马上回来 好什么是艺术呢 对于创作人来讲 他们内心总有一个 隐隐要动的念头吧 但对于我们日常一般的民众来讲 那怎么样透过艺术品啊 工艺品啊 各种文创的商品呢 让自己的生活有不一样的美感的经验啊 这就好像说你同样是喝茶嘛 对不对 这样讲吧 我最喜欢用我朋友的说法 你就喝酒吧 对不对 那他在法国看到的 的路边的蓝领阶级的工人 等到了黄昏那时候 把手洗干净 衣服整理好 然后呢 就坐在路边的咖啡座坐下来 然后就用红酒杯 点一杯红酒 然后几个人在那边聊天 聊到差不多天 暗下来了 然后摇摇晃晃的 几个人各自回家去吃饭了 你说在路边 咖啡厅 喝杯咖啡 然后用红酒杯 喝三个人 四个人开一瓶红酒 喝完了也不会醉 然后就摇晃晃回家去了 你想的那不就是一种 生活的某种品味 他为什么要用红酒杯喝呢 因为喝红酒 你本来就应该要用红酒杯 去鉴赏红酒的某种味道 可是如果你用塑胶杯 你用钢杯 就差很多了 这也就是一种 我们说的某种生活的品味 他需要一点点坚持跟学习 那很大道理 好的艺术家 或者好的工艺家 他替我们提供的 恐怕也就是在选择的选项里面 在日常生活的美感的选项里面 他提供了很多的可能性 这一次张革民先生采用了 不锈钢的方式 在做西游记 那个西呢 就是西啸的西 游泳的游 西游记 那他的水汽创作展 称为水汽 是因为这次大部分我看到了 我看到的作品 都是可以养鱼的嘛 是 然后你有很多的概念 我们待会反正可以 还有时间 我们慢慢来聊 但是这一次这个构想 以前尝试过吗 没有 其实我现在如果说办一下展览 我都希望从零开始 你等于是 全新的尝试 是是是 那因为你一直重复 以前的成功的模式 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 现在不过不过癮 但这一次我第一次做这个东西 我也忽略了鱼这种生物 那第一次展览里面有活体 你先不要讲 讲那么快 讲那么快 大家一定会会议不过来 我们先讲一下 他张革民先生这次水汽 他是用不锈钢 做成可以养鱼的 有点可以移动式的 在室内的小鱼池 有点这样讲吧 但是鱼池你千万不要误会了 那这个鱼池呢 换句话说 你如果是在过去想讲讲鱼的话 要么就是你家有院子 可以养鱼 做个很大的鱼池 要不然就在家里 用那种很厚的玻璃 做那个鱼缸 对不对 或者在那边就小小的 像我女儿那样 帮他养两只小鱼 放在一个大的那个玻璃杯里面 那否则的话 但是呢 这是张革民用了不锈钢 把这个水汽呢 做成了可以 有的可以悬吊 有的可以平放在地板 那他就是一个移动的 不锈钢的水汽 里面可以养鱼的鱼池 上面可以放水草 然后水可以再流动 好 这我先跟各位解释一下 你才知道 大概张革民要讲说 他自己觉得 他设计了 但是他犯了一个错的 原因在哪里 好 这个容器 他的确是蛮特别的 那是我大概 这三个月来 才比较了解的工法 这个容器 几乎百分之八十 都是一种技术叫悬压 去完成的 悬压 旋转的旋 对 压力的压 压力压 他是在等于是像一个车床的机器上面 那他有一个模具 就像我们平常做 我们平常看到的锅子跟灯罩 都是用这种悬压的技术去做出来的 那我去到那个工厂 你会感觉到 那个是一个细阳产业 那工人其实灰汗如雨 那我听那个老板讲说 他以前这边可能 也是大概十个人 每天忙的不方 就是很忙 没错 就像你讲的 这是有点像传统的制造业 现在几乎只剩下老板一个人 那他自己也觉得说是加减做这样子 可是我看到这个技术 我是觉得说非常非常特别 他有很多的可能性 所以我才会想用他来做这次的水汽展 那再来是我觉得一般在家里出现的水的容器 不外乎鱼缸跟所谓的台湾很讲风水的那种 柴源滚滚的那种 我觉得有点俗气 那我希望说有第三种可能 所以我自己就 我大概两年前定这个题目 我希望做一个水的容器 那他在家里可以增添一点点凉液 再可以消暑 那再来是 他也许在某些风水的角度来讲 他也是一个器物 那他又可以养鱼 因为水的流动对我们来讲 是很多讲究风水的家庭来讲很重要的 水本身不断在流动 生生不息 对对对 那只是说这一次因为养鱼有点挫折 因为之前听人家讲孔雀鱼很好养 我家里的确有一缸水 随便丢进去随便活 那后来 寿命很长 而且很奈活 可是一缸新的水 他我后来鱼死掉之后 死掉一些之后 我才去真的深入了解到鱼 它需要什么样的水 它可能需要水里面的状态是平衡的 那酸碱质 它的消化菌 它的一些系统 就是把所谓的氨转化成消化 那个什么硝酸岩 那变鱼还有水草都可以共生的一个环境 它需要一点点时间 那我是 因为我这个人个性 我是临时抱佛小型的 这个展览虽然是我两年前去思考到应该要去做的 可是我是在两个月之内把它完成的 甚至从两个月之前才开始想 所以有点赶 赶到最后东西挂 就是明天要开展 我今天才把东西布置好 那养鱼就当然来了 鱼就把它扔进去 结果挂了一堆 我有看到这有几个是可以悬挂在天花板往下垂吊似的 这种水器对不对 那在设计的时候就是考虑到 这就变成一个客厅的家里面的一种摆饰 对对 它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全新的认识 它你要了解到什么样的马达 它的水压 它可以送水量可以多少 它压力可以送到多高 可以送到多少水量 你等于是我做次展览也学到很多东西 那这也是因为我个性比较调皮 我不喜欢一直再重复再玩某些事情 那可是当然也会遇到一些 像我这次有些地方没有掌握好 那有点缺失 就像鱼死掉这件事情 那后来只去研究才知道说 哇原来有时候水要养将近一个月 那它整个生态是一个很适合鱼生长的环境之后 你才能把鱼放进去 所以太大意了 那我的感觉 我自己这样看过的感觉 我是觉得说它给了一个新的可能了 就是说在我们传统的 在家里养鱼的方式之外 你如何把养鱼的这个方式 跟家庭生活里面的某种摆饰 做一个巧妙的结合 这个是很有想法的 不管是 它有几组有很像 我们看过那种 各位如果在一些灯饰店 你可能看过那种立灯 立灯式的 它垂挂下来 然后水气是掉在半空中 也不是半空中 就差不多接近地面的位置上 可是它是悬空的 那也有一些 它是直接跟 可以跟天花板上的梁柱 做直接的这个衔接 所以在客厅上面 它有灯 然后加上一个养鱼的水气 所以它又有一个摆饰的作用 又因为是不锈钢 它有一个不锈钢的一种 很特殊的魅力 然后不锈钢的表面又不像是 我们平常想到不锈钢那种 晶晶亮亮的 因为它经过特殊的 已经经过处理了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那有一些是直接可以摆在地上 它直接在地板上面陈列 然后也非常有意思 那也有一些很明显的可以放在院子 或玄关 玄关的外面门口的那个位置 所以我的感觉是这次的整个的西游记的水气的设计来看的话 你大概充分考量到了 有点像是一个室内设计师的某种概念放进来了 其实做的时候大概 我觉得那个角度可以说是在做一个雕塑啦 那因为一般的鱼缸它可能就是四四方方或是圆形的 那这一次不锈钢它就多圆性就可以丰富一点点 而且我觉得跟玻璃缸比较起来 这种不锈钢的水气它会有一种让你觉得跟鱼缸不一样的事 因为鱼缸是如果是玻璃的话 你等于是看光光嘛 对 那看光光虽然很漂亮 尤其是里面如果说有一些珊瑚 有一些水草在飘动的话 你会觉得很漂亮 可是看久会有点像会有点视觉疲劳 而且它好像比如说我们讲明白一点 就好像你在看一本书 那是白话文 讲得清清楚楚 那我做的这个我比较希望说 它的感觉比较像一首诗 它有很多的空间是你掌握不到的 鱼夺起来你别想叫它出来 就比较像是你看到一个天然的水池 然后里面有水草 然后有各种的角落 那有的鱼不见得会 它会通通跑出来 它会在某些角落里面 我想会有这个乐趣 作为一个艺术家 你自己喜欢生活吗 你对日常生活里面的好奇心 到处洋溢吗 每个地方到每个地方出去 你都会喜欢 你常旅行吗 或者常出去玩吗 应该是后来受伤之后 会比较差一点点 其实我个我是算人家讲 像我星座是射手座 很多人是说我们这种人负冒险性格 常常制造一些麻烦 让人家去擦屁股 但是我觉得年纪长了之后 我有一点修正 就眼睛受伤之后 做事情也会比较小心一点点 虽然说我还是一个比较莽撞的人 可是比较静了下来 开始有一点点宅了 好在我们现场的是艺术家张格铭 我们待会来还一点时间继续跟他聊 他的艺术人生 也希望大家能够透过艺术 来丰富一下自己的日常生活 好在我们现场的是艺术家张格铭 他的西游记一直展到8月13号 在洛水城馆 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网络上有人在问了 说你用不锈钢 那不锈钢不会感觉很冰冷 没有温度吗 我相信他的意思就是说 特别是摆在家里 做一些摆设的时候 那会不会觉得太冷 会啊 那所以要想办法 因为每一种材料都有它的面貌 我做陶瓷或是我做一些家具 我常常是用很多种煤材 一起来组合 我们俗称混合煤材 那混合煤材 它的目的其实 或是说你会去做这件事情的 的缘由 是因为每一种材料 绝对有它的宿命 它有它的优点 它有缺点 那你最好是闪掉它的缺点 取它的优点 比如说拿陶瓷 做一双筷子是很不适合 掉到地上就断成两截了 三截了 所以绝对不要用陶瓷的这种材料去做筷子 那不锈钢有它的方便性跟它的不可取代性 那这次是因为我觉得我就说我去看那个悬崖的工厂 我觉得那个产业有点凋零 我觉得很可惜 我希望从里面再找到一点点生机 所以我刻意用不锈钢 全部用不锈钢去完成 那不锈钢感觉冰冷是因为它是银白色的 所以我会放到窑里面去烧 主要是希望它的温度会再调回来 介于比较像铁的感觉 那铁的感觉一直是很多 像我们这个行业的人非常喜欢的 因为它会变化 会变化一直就会被我们认为是比较好的材料 一个东西 其实这个时代也是一样 塑胶大家觉得它不好 不只是说它不好消化 不好被分解 它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它一直不会变化 它不会变化就觉得好像没有时间感 你跟它不会成长 你说像木头或者是不锈钢 铁铜它都会跟着时间 慢慢在变化 会变化的材质是我们比较喜欢去接触的 那因为像一个容器或说一个食用器 我们人在使用它 一个消费者去买回来 他如果说那个东西 他用十年跟十年前买到的感觉还是一模一样的 其实你很难投射你的感情进去作品里面 他会因为你用而变化 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别人要给你拿走 你送别人你都觉得很可惜 因为上面有你的痕迹 这是一种心态 你在讲话有很多我们常说把玩把玩 就是这个意思 你在把跟玩之间 它有一个岁月的痕迹出来 我想很多的硬件玉石 大概都有这种特色了 陶艺也都有 对不对 所以我会希望 我现在在做作品 我比较希望留那个空间 那空间就是我刚刚在讲的虚跟实的 里面的虚 那虚 就是要留给消费者或是欣赏者去填补的 我们水墨画里面的留白 如果说你一张水墨画 里面全部画实了画满了 其实他就没有吞吐呼吸的空间 那书法也是一样 那个没有那个白 书法字的黑 其实它就不存在 在台湾做一个年轻的艺术家 压力大不大 我说压力大不大说 现实生活的压力大不大 我算是过关的人了 有一定的市场了 对就是我觉得我运气非常好了 但我出社会那几年其实很惨了 因为该遇到都遇到了 什么SARS 然后那个921 你出来闯荡的时候 对那几年其实都 整个社会状况不好 但是我觉得我的商业的敏锐度 会比一般的陶艺价高一点点 譬如说我会去做和美财 当然是我观察到我自己的个性的问题 再来是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看待看到的一些陶艺作品 大部分我都觉得有点老 那个老是觉得很传统 那我比较希望说 抓一块比较年轻的市场 就是现在说法就是比较潮 要有一点潮的味道 要跟得上现在的某种生活的感觉 对对对对 但就说有人喜欢 喜欢old fashion 那也OK 你晓得old fashion 它有一种乐趣 就把玩old fashion的乐趣 可是如果你另外一个部分 你要能跟上一个年轻的时代的话 那就是你讲的 你要在设计感 我觉得你的东西 就是有一个很强烈的部分 就是设计感了 这可能就是你刚刚讲的 因为你希望 你的商业的敏锐度 或者是你希望他能够跟得上 时代的某种要求 所以他的设计感强 对因为一个艺术家 他必须要反映时代 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好的艺术家 他存在哪个时代 那个时代环境对他的影响 一定会影响到他的创作 那如果说你一直是 一昧的做一些仿古 你没有现在这个时代的存在感 你做出来的东西 其实会脱节 那欣赏者 除非你就是以前古人 来看你的东西 可是现在这个时代的人 他对生活的要求 会比较不一样 那当然是品味 可以分很多种 我的东西可能 也许有很多人不喜欢 但是我总是抓住了 某个族群 那个族群 他可能品味跟我是相类似的 可是因为我也在成长 我可能十年前 我做的东西 我现在也不一定特别喜欢 我走到另外一条路上去了 另外一个东西 我觉得你的特色 还有一个就是很生活化 它是在生活里面可以用的 对不对 我几乎看到你所有的创作 很少是说那种纯粹的 纯粹的艺术的创作 大部分你的 我看到 我到目前为止我看到 也许不多 基本上都是可以在生活器物里面 当一种使用的功能 但是它又是一个艺术的作品 放在那里去 本身就是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 这个是我注意到 即使是你过去也做了一些 跟茶艺有关的东西 杯子 茶仓 但它其实本身都是一个独立的作品 这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心境 我可能也许过几年之后 实用器对我来讲是了然无趣 我可能会走成艺术 因为可能你心里面那一块东西 可能你解决了 像我现在还是会有一点点经济压力 因为你想要有更好的环境厂房 你有一个目标 那那个目标会让你在做事情的时候 做一些取舍 那譬如我的目标可能在十楼 我必须知道说 我必须要经过二楼三楼四楼 因为我没有电梯可以直接到十楼 那你自己有这个 有这个对这件事情的理解之后 你就不会觉得现在做这个事情很烦 因为你必须去解决你才到下一关去嘛 所以成为一个艺术家到目前为止 对自己的评价是OK 我觉得还算OK啦 现实生活也可以过得去 对对对 还可以苦了几年 我算是苦了很短很短的了 可是你的同学或者是你被同一辈的 恐怕有很多人到现在还蛮苦的吧 对那但是我 我觉得念艺术这一个科系 我会觉得还是一个礼物啦 你只要选进来了 我觉得很少有人会后悔的 因为他为你生活带来很多的美好 我常觉得是像一些科系 哲学系 心理系 美术系 常常是比较会挖掘自己的 他对于生活的细节 跟自己的关照会比较多一点点 他比较不会 不会觉得常常像行尸走肉一样 那我年轻的时候 其实过得不好的时候 你会觉得 我父母也会担心嘛 像那时候还过得蛮惨的时候 我爸妈那时候住在南投 他们偶尔会上来看我 然后常常离去的时候 都会带着两行青泪 天哪 我怎么会有一个搞艺术的儿子 儿子怎么混成这样子 可是那是他们感觉的 可是我们其实是乐在其中 我们是物质生活 真的是比较 金钱比较拮据 可是你在里面找到很多乐趣 你很有存在感 你很开心 但是经过这个阶段的张革敏 现在当然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他的作品 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热水餐馆 欣赏一下 非常特别有 我就刚刚一直在形容 他有现代感 有生活的草感 有一种创作的设计的设计感 这大概都是他作品里面 很多人给他的共同的评价 那当然要看各位自己去鉴赏了 每一个都会看到一个艺术家 不同的面貌 感谢陶一家张革敏 今天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你 谢谢 好五点到七点节目 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 非常希望大家平安喜乐 明天8月1号 就是一个新的月份了 祝福大家 明天五点钟 同一时间再见 待会请各位继续收听 由DJ俊昌 为各位主持的 What's up music 我是蔡志平 祝福大家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